Hello,各位澳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Ivy 欢迎收看本周的澳财聚焦节目 我会给您带来澳洲金融财经论域最值得关注的焦点讯息 也欢迎您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点赞,留言和分享 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啊 澳大利亚的葡萄酒行业希望究竟在哪里呢 其实呢,中方对于葡萄酒等澳洲商品的进口限制已经有一年多了 但是呢,就在几周前啊,有媒体传出消息说 像一部分滞留在中国主要港口外的澳洲美运船是被允许卸货了 而在10月9号呢,中方领导人和美国贸易代表通话当中 也是透露出了一些比较积极的讯息 双方呢,是希望出就一个负责任的贸易关系 这让很多人啊,都非常的好奇和期待 你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方对于澳洲其他产品的进口限制 是否有缓和的可能性呢 比如呢,今天要说到的这个已经受到巨大冲击的澳洲葡萄酒行业了 那此前澳洲葡萄酒行业这个损失到底是有多残重呢 哎,绝对是可以用伤筋动骨来形容 面对现实,其实很多的澳洲酒庄市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了 像是日韩呀,东南亚,甚至是中东北北地区 然而我们知道葡萄酒行业这个市场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的 截至今年9月的一年之内,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啊 澳洲葡萄酒行业的这个总出口额是下降了24% 市值呢,是约为22.7澳元 其中呢,对中国的这个销售额更是下降了77% 与此同时呢,像对华的出口商数量 也是从一年前的2241家 一个重减到了750家 但在这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因为在澳洲葡萄酒对中国大陆的出口呈现一个这种断崖式下跌的同时 在中国香港地区的销售额确实同比增长了135% 虽然呢,大家可以理解这跟香港本土的消费恢复可能有一个直接的关联 但是另外一方面啊,大家来细细品一下 因为很多业内人士认为说,这很有可能是在于地下市场的活跃 换句话来说呢 当地的一些这个经销商试图正在找到一个进入大陆市场的后门 事实上呢,由于零关税这些便利的政策香港是一个巨大的保税港 历史以来呢,都是亚洲的葡萄酒中转站 那么我们按照目前中国对澳洲葡萄酒实施的反倾销税来看啊 一瓶1000块钱的葡萄酒呢,需要缴纳1160.2到2180.4元的税 但如果是通过像水货的这种方式输入内地市场 那么水客的一瓶带酒费用呢,差不多是在20到480之间 可见像这种灰色渠道还是有非常大的诱惑力的 然而呢,现实也是骨感的 如果你说澳洲葡萄酒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曲线救国的话 成功的可能性其实几乎是为零的 因为虽然在香港的销售额我们刚刚说是增长了一倍多 但是其实总量仅仅只有2.07亿澳元 这和内地市场此前的13亿澳元进口额是相差甚远的 你说即使这些红酒啊,最终是全部卖到了大陆 其实也是杯水车薪 而中美贸易关系的缓和也并不意味着说中澳贸易关系的恢复 像澳洲煤炭得以卸货 其实也只是近期以来中国发电又没紧张所导致的 那么以中方视角来看的话 澳洲联邦政府至今仍然是保持着一种敌视的态度 而在可预见的未来 那这样的态势估计也是比较难以改变的 澳洲对华出口尤其是农产品方面的出口 如果说想要完全的恢复这种可能性也是并不高的 因此呢像开拓布局其他地区 尤其是新兴国家的市场 也是成为了澳洲农产品出口企业 今后需要持续去完成的事情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可以给您带来一定的帮助 欢迎您留言讨论 也欢迎您关注澳才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的视频内容呢会在公众号上同步的推送 如果您想咨询更多澳洲投资方面的问题 欢迎扫码或者点击视频简介中的链接向我们提问 您的观众号要关注 您的观众号要关注